159.07瓶,一天580瓶 肯定是想在北京買房子的 安一個家,你就有後共了 我確定了,我一定要買個南向了 朝向朝南的房子比朝北的房子要貴很多 這是剛取 我最近沒發表 真的,你不能 考慮考慮 你上班給孩子包紅包 我買了白包紅 快來,你給外面找五個房子 管我知道,你給家裡邊也得照顧照顧自己 別爛了 在這個大城市生活 然後這些點點滴滴吧 為了買房 付出的這個辛苦和努力 真的是很難去捕捉到的 他們敢於再去拼搏 敢於再去選擇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生活還是有希望的 還是有自己的這個奮鬥的目標的 其實這就是人生吧 這就是一個生活的過程 我覺得看完之後感受挺多的 我想有個家 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我是故事講述人 王仁君 我是故事講述人 的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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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非的纳米比亚 在南非的大平原有一种鸟叫群之雀 它们可以在树上搭建长7.5米 深度为3.6米的鸟巢 它就像一个公寓楼 有一百多个单间 几百只鸟住在里面 在大洋州 雄庆园丁鸟在求偶时 会在林中穿梭寻找一块宅基地 用来搭建荤房 并且还要精装修 用来博取雌鸟的青睐 而海洋里的寄居蟹 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 支款它们的房产 为了抢到一个面积大的房子 它们经常要大打出手 当然 有些物种天生就有房子 比如蜗牛 海螺 但它们就这样一直背着 也有代价 走路很慢 很慢 房子啊房子 为之苦恼和快乐的动物 还有人类 还有人类 房子 是它们的生计 一个朝东的一个朝北的 朝西是吧 那这个是内保温还是外保温 一百四十是我首富 客厅没有 这人是自己打的肯定 首富也是百分之三十五是吧 楼村的话是七層 我面积的话是一百平 这个厅就有点暗是吧 干杯 房子 是它们的生活 延经 二十七岁 黑龙江人 研究生毕业后 他在北京某教育机构做英语老师 朝北 都是北向的 但感觉还不是那么闹 这个是二百二百二十九啊 承重墙是哪个呀 那这个墙是打不了的话 它这个客厅空间也就这么大了 嗯 它下面的话就是 轮到地铁 出行比较方便 出行到地铁的话也比较快 也比较符合的区域 就是比较硬 对 能再提算 要是能 能再多点钱朝南 我们觉得也可以 确定 确定 不是 再得看多多少 多太多也不行 可以 那我给你找一下 今天安排了吧 好 同志 谢谢了 第一套 不满意 还有这个 这种固形的房子 这种固形的房子 是不是南向的 嗯 南向的房子完了之后 这个有个本房能看的 还是咱过去看一下 行 这个房这个位置的话 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加一道防火门 要重重墙 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这个 是吧 这个 这个 改不了 你可以简单做一定的优化 或者觉得哪个小哪个大 你可以稍微改一改 这房间优势就是方丈 就是你近来没有给我 那种特别开心的感觉 装修 没有装修 要是给你看一下 那二层装修特别好 那个 你可能觉得就是 它就觉得非常好 确实是卖相嘛 第二套 不开心 我确定了 我一定要住一个 买个南向了 肯定 北就不看了 北就不看了 对对对 一定要找南向了 一居室 每月贷款一万元以内 房子朝南 这是严京买房的全部条件 如果你们手部能够200万的话 加上各种的费用下来的话 你贷款再贷个110到120就够了 嗯 所以那样的每年每个月会还 每个月会还的话 上次咱们算我大约在100万左右 大约在7000左右 每个月会7000 我给你算一下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到这个价位 7000的话 倒是对你来说影响不大 毕竟你现在租房的话 你租房一个月4000为钱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 这个价位就是合理的 就是紫禁那块就是位置离那个 它离地铁的话稍微远一点 对 大约在快点4公里左右 所以说如果你出行要是靠地铁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的话 那我就只能买个房子 有一段距离 最关键的现在主要是不出房 这是啥意思 没有夜主卖 北京五环外 延京的出租房 16平米 一个月3600 周末看完房 他还要在网上给学生辅导功课 OK 我发件来了 你们看群也行 给你们看的是2014年的海帝牙二魔的 一个玩意天空 玩意天空是一个特别好的积累的方式 rest room是什么意思 韩家讲过了 老实说它的这个意思和它的长相 就不太像 还记得吗 rest room 不是让你休息的房间 是洗手间 老大你去洗手间也是那种休息 是吧 也是那种放松 L-O-U-N-G-E 这个词它的中文翻译 和rest room的英文长相特别像 它叫休息车 所以你就不要动 OK了吧 来 作业啊 我再强调一下 所有单词短语背下来 作文三选一 然后我到时候会以中意英的方式去考你们 微信语音所有的作文 行 那就下课了吧 今天表现都不错 可以了 行 然后笔记给我发过来 笔记给我发过来 好了 就这样吧 发笔记啊 发笔记啊 拜拜 拜拜 累死我了 我连巴的时候就坐这儿 八个小时 八天 我天啊 我习上连十六 头八天是连四 一上五 然后后面八天就是连巴 那你腰颈椎那 我觉得我带了一个假期富贵包都出来了 我之前没有这么大的富贵包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 不停地说话 都没有时间吃饭 真的没有时间吃饭 什么时候吃饭最开心的 刚赚完钱的人 都满平啊 嗯 好酥 买套房 就像给人生穿上了一套盔甲 有时候 严谨也会觉得 这套盔甲好沉啊 使她走得很慢 很重 但穿上盔甲的人生 会拥有分量感 这比飘着强 我为什么会这么 对房子很痴迷呢 一定要在这住吗 也不一定 但是它会给你一种踏实的感觉 就是你想要在一个 差不多的地方 安一个家 你就有互动了 你不一定非得住在里面 但这东西是你的 就好像某种奢侈品 这个她说的就是 第一她接地气 第二她说出了 今天所有北漂想说 或者没有人愿意听的话 就是因为咱们是属于有父母 我们的摄影师是北京人 听了严谨这段话 拍摄时不怎么说话的她 这次忍不住感慨起来 因为您是就是属于来北京工作 就是说北漂 但其实就是您是对城市没有什么安全感 因为我们是属于从小长大的 整个的这个世界观形成 就是依附于这座城市 但是您是属于就是说 就像那个您妈妈说 说是在北京有一个窝了 净可工作 差不多得了 那你在北京有房 你感受不到他们这种 我能先不拍了吗 来 刚说跟您做朋友 您今天就给我挖坑 咱们搞纪录片了 太比较了 严谨喜欢吃饺子 结束拍摄前 他和我们说 饺子吃得再多 没有房 照样动耳朵 咱们那个物业 物业小哥那个保证金 已经给您转过去了 然后应该 今天或者下一个工作日 就是周一 最迟下周一 这个钱能到您照 黄昆仑和南商丘人 来北京六年了 温雅龙 是他服务了一个多月的客户 今天 客户终于看中了一套房 这是黄昆仑12月份的第一笔单 这套房 这套房卖家开价425万 如果谈判成功 中介费11万 黄昆仑能拿到将近2万的提成 他想要获得正功 他的意思就是周期如果越短的话 他价格会我还价格会 对 那就先上8个月说吧 只能按6个月 能拿出来多少钱 10万 这次数都没达到 我估计一会 我估计也没发表了 这几个月 这半年 你让他一个月8千块钱 他可以进来 把他资金给我 但我们现在赶紧外面去放麻烦 就给钱了 压力非常大 都有压力 所以你就把底全部都交了 我跟自家交的这个 温亚龙想要买房 除了结婚多年 还跟父母寄在71平米的房子里 还有一个更迫切的原因 因为这是刚许 爱人怀孕 因为准备要小孩了 所以说 目前的空间不太够了 外方要价425万 外方开价400万 中介 中介 就是站在中间 把双方往中间拉 关键还是这个架子 418他就不给我吐口 418还是你讲什么 418就没变了 实在不行 我说说到委员到现在 时间还挺长的 你可以往外租一段时间 看同房时间这块 又没有再给他让一让 还不能再让呢 就让他租 你要再卖完房子 咱要收哪租去呢 那就加了10个月 10个月就完事了 是这样的 就是今年啊 您加到418 咱们才有得谈 要不然根本就没得谈了 那根本就谈不成 哈哈 咱剩下什么都别出来 最后到408就完事了 然后成就成 不成就算了 您确实真的是已经进了最大的力了 可以10个月后再通房 10个月 你5万块钱还租不到呢 418能减减这5万呢 413 不能 有办法还减五万 对不能 就是把这个租金给您算上 对不不 那我如果要是有这一年 或者10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还有人家来看房子 这没有一个名字 对不对 对吧 我还有其他的考虑 本身的话 我的预期可能就是 如果能加客户 能出到400亿 这个预期去 我个人觉得那是比较理想的 真的挺理想的 你就说他一直说我没有家 那我现在我就觉得我 我往下降了 四百一事 其实他在网上就差了一个四万 对吧 他其实往这个上边靠 就应该再往我那个417 往两万下 四百五万 不是 那您现在是四百一事 420到418到412 400到403到408 差距只有四万了 买卖双方 终于决定见面了 那两方表输一下 真是 咱们可以想办法 对对对对 把这个价格能往上凑 因为我要承担一个 18万的这个一个 对 李创立金的这一个费用 我就按我的理想的 明天就能租出去 六千块钱一个月 十个月的时间就是六万 您这房子是好是好 但是我有我资深的就是一些情绪 几乎是举全家 就是三家之列 包括我 我们父母 再让我爱人 就是把能凑的全 全都凑出来了 而且我爱人 年底又生孩子 六亿笔 又要出钱 这个东西我不可能 说是手里一毛钱不留 我这也不太现实 那就看年前能不能双喜临门了是吗 对呀 对呀 你俩那些相差 给孩子包红包啊 这一轮的博弈没有结果 继续下一轮 您这倒是最后 肯定还得重新装修还是什么 对呀 所以说现在我这装修已经都没有 肯定装修不了 现在这装修我现在都没考虑 就完全没考虑 孩子至少两三年之内 是装修不了的 装修不了 这也是有问题 装修纸张上班 可能没有用 他自己做装修 做装修 自己做装修 装修自己工人干 这一轮 达成了一些共识 您现在还有一个困难 就是手负这块 是吧 就是定金 对 因为现在手里真的没有富裕钱 对定金这件事情 其实从我来说还好解决 比如说您可以留着这些钱 比如说晚一段时间 这个我也觉得 这个我也觉得 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孩子出生也可以 又靠近了一步 我理解您的意思 但是就是实际情况来看 这个定金 它也是在我买房子总的那个钱里面 你明白这意思吗 是是是 现在我就是总的我现在凑不够 定金我给你几万二十万 这我总的不够 我现在总的现在咱们达不到您的预期 所以说这定金我交多少都没意义了 但是 又回到了原点 文雅龙为了未出生的孩子 拼尽了全力 那你也不让 是是 这边也不让 方方带 那咱就是 让了 那确实 两方都在去靠 确实都在去靠 可是您确实让了很多 咱口里边确实也加了很多 我们这边也在多让步 是 咱就这边念了一个现实的 那你一处再找钱 这四万对他们来说 想得了 该借的都借过了 也知道您这有难处 然后那个 我们后来一点点 不行我们再去凑呗 然后不是这么 还有几个月时间吗 再发工资 然后再凑 就包括其他方吧 你们找的全找的 对了 这是谁也算的 哥这三郎里边确实是 因为之前 现在就是 不光过我父母这借的 已经借管 其他亲戚 已经借了三十万了 加上百多 加那公斤 我全天都不带留的 一份不带留 我知道 所以我说 不是说让您现在 在这一个不一定 时间内去把她的钱 凑上 已经是几架了 这都不能再加了 所以我们只能给您 想办法 或者钱往后挪一下 帮助 帮助三到六个月之后 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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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两万元 这次的买房谈判没有成功 黄昆仑 澳洲 不忍耐 失败了 一开始碰到这种情况 就会很可惜啊 毕竟你想吧 从代财 可能带的不止一套房子 可能是十几套 二十几套 这都很常见 然后但是最后 所有的努力都放入雾涌 都没担心 肯定很可惜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干涉行业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觉得 就属于很常见 就习以为常了 哎 哎 妈 困了啊 那想你来打电话呀 那咋不能想你来打电话呀 我要个跟你发的 那个 那个 那个视频说的话 你从头 你知道吗 我看住了 我要不看住了 我整个不给你 赶紧给你打过来了 要个有事 你要不看住还不打了呀 要个带客户来 咋要我去呢 都知道那从那也喝了 要把两钞吧 谁也不打了 谁我也不打了 他也不打了 我 大人也不给你打 埋也不给你烂 钞也不给你好 都值得给你搬家的那些人物 要是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了 你打电话啥用啊 那啥用呢 你也管说了 那啥用呢 你说了你回事 你下了个车啊 那你不跟他说 白生的眼气 现在不再注意身体 为了啥 我在火眼里的 天天说着肉啊 也得为你自己 我看他给我给他 有一点理性 我看他道明 我看他打 好了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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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换了把门口 快来你给外面照顾 你得好一下 管我知道 你给家里边也得照顾自己 白难的 嗯 这个房子 一進來正對著咱整個房間的一個廚房 然後正面是咱整個房間一個廳 陽台的話整體的是落地窗 但是冬天的時候 因為太陽比較低 它順 打進的陽光就比較深了 這個房子現在多少錢 現在的話現在貨價325 我給我媽打電話 吃個便宜一下可以吧 碰上了喜歡的房子 眼睛馬上化身為出鏡記者 向遠方的爸媽做寫了現場直播 媽 那這看房子呢讓你看一眼 就是之前說的那個 多大面積的 那個59.5 啊59.5 對給你看看 就這個是超男的 這是雙陽的 對雙陽 這個房子呢 買和不買 這個主意呢還有你自己來拿 我只是給你提個見解 行行你就費心了啊 好了阿姨 再見 再見 再见 看完房后 严惊回了一趟老家 买房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他需要父母的帮助 这个地方 20多年了 现在27了 26 然后一直住到我高中毕业 高中 对 right 高中毕业考到了大学 然后就理想这儿了 就那个窗户我觉得就是想要能看着我爸我爸 目送我目接我回来离开 就以前觉得这早上特别宽敞 现在就觉得特窄 台阶也特矮 以前也没那么脏 以前那爺爺还熟着 来来来来 回来了 回来了 累死我了 吃完点了 多吃了吗 多吃到吗 坐了坐了 哎呦我的天 今天就是这么冷 太冷了 好嘞 菜齐了 小盘胎 没点花 吃吧 辛苦了 老妈 好不好吃啊 可行 哎呀 真有点糊了 是吗 还是回家好啊 那肯定了呀 这些菜还是比心我感觉 两点很甜 下白 够呛 行是下回来 嗯 就是回来哪回家待几天呢 不知道还得看我们零楼试试 有哪儿需要我 我就得赶紧回去 最好是别说了 你这人就在家待了 明年孤立在找工作 苗梅化红的 以为自己是招财帽吗 我化妆怎么了 这还不痛冷啊 而且不痛说过 我开始她没有想在北京 再说再说 我回国之后最不想去的是北京 后来她突然就 她就想要留到北京了 我们也很意外 然后当时就想着 嗯 如果北京能够允许我在那扎根 那可能就会一直在北京发展 然后有这么个奇迹 刚开始就像一个开玩笑似的 全额咱家是 不管大的小的 我说咱肯定是哪个人做钱的 男朋友她爸还挺支持 两头老人都非常支持 这么的两大家帮一小家 两大家一家是一百亿十万 这不二十万吗 小家家他们也担家 他们这个小家这九十万 背九十万带来 他们也是 自己有个家了 嗯 我三十一省的我姑娘 我这年就不放心 好 正式北京市的一个存联房屋买卖合同 然后房屋的总层数为六层 其中地上六层 地下零层 所在层数为三层 建筑面积为五十九九六平方米 所属行政区为昌明区 然后成交价格二百九十六万元 就您在这边签字 然后签完字之后 这套房子算是咱们合同正式成立 然后这套房子以后 顾完户就属于咱们的了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在北京买房了 2020年初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需要和客户建立联系的房屋中介市场 一房难卖 这种情况下能卖到四百四十八吗 卖不到 绝对卖不到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 一半来说 一定比去年最差的时候还差吧 换句话来说 现在会不会就是 拿食物品和卖房吗 这段时间 黄坤伦比房东还要操心房子 因为房子卖不出去 房东还可以等 但他等不起 他要在北京活下去 赵哥我今天过来看了 确实是挺严重的 那这边是我插好的 然后插完之后 就基本上看不出来的 肯定是想在北京买房子 当时说刚来北京的时候 每天在这工作 然后看着这房子 有的时候也会想 要是自己那多好 当然了这光想是没用的 肯定在靠自己努力 希望争取在自己工作十年后 也能在北京买到自己的房子 从在北京北漂到安家 买完房之后 眼睛就辞职了 穿上了盔甲的她 终于敢对人生做出选择了 现在我只是等待 我的次机会 可以告诉我自己 以及为什么 你想在教育上工作 虽然我应该赔了 两个价格 但是我需要 让我帮助这个平静的環境 但是我才觉得 教育这个东西 我感觉我应该不会转好 只能精进自己 黄坤伦相信 只要自己对业主好 他们卖房子的时候 就会想到他 你给我说这破烂怎么怎么 因此防疫期间 他主动帮业主收起了快递 他还继续在为温亚龙挑选着房子 新的一年开始了 温亚龙有了一个女儿 她的奋斗有了新的动力 我女儿的名字叫温暖 温暖人心的温暖 这些情节 我认为 记录 你 有的 好 对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怕吃到的人 捧着一颗不动计较的认真 关闻你的眼睛就无畏的清晨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 自己的花衣裳 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 看起来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责乎的担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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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